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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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很感謝所有朋友 每天不管是週一到週日 收看我們奇迹標股 這個節目代表 台北股市今天很有意思 開盤開高 走高 大漲 對不對 可是相對的還是要提醒你 第一個 行情不是一直線 市場是波動的 操作自己要懂得 該轉彎要轉彎 那每一筆叫做 那節目在一開始 我還是要提醒各位 來 麻煩所有的朋友 特別是會員好不好 拉近 會員包括所有的好朋友 節目上的好朋友 網路上的好朋友 一個叫LINE AT 一個叫Telegram 那麼因為我不想付LINE AT錢 跟你說這是真的啦 因為我算過 如果我在LINE AT發一些圖表 一些我們研究報告等等 我一個月大約啦 我要付它二三十萬以上 所以我想一想 我們就利用另外一個通訊軟體 叫Telegram 所以會員麻煩你 你一定要加入 麻煩你聯絡你的服務人員 你務必要加入Telegram好不好 你說為什麼要加入呢 我大概用一分鐘簡單來講 這個是不是圖表 來 各位請看 來 我舉例 這是我發給Telegram的 來 這是我們的遠端智能演算系統 比方說這是每一筆 我沒有刪掉任何一筆 這個上面時間都是中原標準時間 這些都有通聯的 每一筆都有的 我沒有多一筆 也沒有少一筆 那叫虛偽造假 跨大不實 我講的是每一筆 我們就看最近這幾天 4月15號 1700 對不對 他說行政的路 我們要怎樣 我們補空之後 繼續加碼 把它放空 有沒有 有沒有 4月15 再來 4月16他說這樣不行了 我們可以補空 對不對 這裡要走了 有沒有 4月15 4月16 接下來每一筆 4月16說 避險完之後這裡 要做多了 因為它要漲了 我做多了 接下來 他說 這不是要去這個大棋 那就加碼 對不對 加碼完之後 是不是繼續去 他說我們先走一下 有啦 日期 時間在這裡 走了之後 他說不對 買回來之外 再加碼 把它買到滿檔 4月17 然後4月17之後 4月17有大棋嗎 去300幾點怎麼不去 你就往這裡 你從這裡進場 這裡再加碼 往這裡再加300點以上 我問你 你拿幾點 滿檔 滿倉 你拿到混去 這個叫遠端智能演算 我沒有要提供你這個東西 我是跟你分享而已 來 這 這是今天各位會員 你在早上8點14分 一 美國 總算的總算 總算 吉利德 瑞德西偉 川普 推特 西德州青年運動 暴漲33 先告訴你 不用怕 開盆的大棋 那怎麼辦 來這裡 8點18分 開盆大棋 二度正有時 我們就把它扛 你如果不用急 我會發簡訊給你 就把它空到底了 小明你會輸 你這裡會輸 誰會輸 沒有沒有沒有 跟你開玩笑 你會贏 你會大贏 就贏 你就每一筆都贏 每一次都對 就把它贏到 不知道怎麼辦 為什麼呢 因為行情不是一直線 它是波動的 所以要懂得轉彎 怎麼轉彎呢 就是說 比方說 趨勢分析裡面 有一個叫反轉指標 反轉指標 乖離率 KDJ 都叫做反轉指標 那反轉指標的優勢 在於它有領先的功能 它怎麼領先呢 好 記住 當它來到高檔 我再說一次 其實各位 你都很厲害你知道嗎 但是 唯一有一點要加強 就是在於 每個人都比從業人員還厲害 我的感覺 我請問 逢高該怎麼辦 不是 金融市場 逢高該怎麼辦 高點要賣啊 那低點呢 那低點要買啊 對 高點要賣 低點要賣 那我請問你 以PSY的角度 都一樣啦 反正你贏到翻掉 我就剛才來 598了 我們說會跌到多少 513啊 你要繼續看啊 跌破10最高710嘛 破667 會先看632 632只要不守 我跟你說 就是10513 不會錯 為什麼 就是利用 同時指標搭配形態嘛 這個只是說我們可以觀察出來 我該怎麼做 可是我們要的是什麼 這樣不夠 我說一次 這是什麼加權指數 這加權嘛 對不對 好來 它不能跌破10667 跌破這裡667 跌破667就會跌 會跌到多少 會跌到632 然後這個632假設守不住呢 632在這裡嘛 就一定到513 你如果這樣子有夠厲害 這樣還不厲害 這樣只有80分 要做到完美 完美就是 往100分做追求 什麼叫100分 我要空到幾乎最高點 那個叫完美 對不對 因為各位你都會啊 逢高該怎麼辦 逢高買嗎 你說逢高要賣啊 對 逢低呢 逢低8523點當然要買啊 用嘴巴講大家都會啊 關鍵在於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是低點 所以我們必須利用反轉指標 因為我也做不到 我也做不到 我有什麼做不到 因為我用猜的我都會猜錯啊 我猜錯的比率比一般任何人都來得高 我舉例我們猜一個商品 大家都猜10次 平均應該在成功率在5到6嘛 對不對 你叫我猜喔 我理論上莫非定律一樣 我大概只能猜對兩次 我猜不到的 所以我怎麼辦呢 我只好利用反轉指標 提供這個工具給我們會員 因為我不敢猜 因為我知道我猜不中 那我怎麼做呢 我的做法就是 正50要做空 0軸做買 負50做多 0軸做買 那為什麼要正50 因為高點要賣啊 可是我不知道哪裡是高點啊 請問你這裡是高點嗎 這裡是高點嗎 這裡是高點嗎 對這裡是高點 那什麼時候空 這裡空 那哪裡是低點 這裡是不是低點 不是 這裡是不是低點 不是 這裡是不是低點 不是 這裡是不是低點 哪裡是低點 這裡是最低點啊 那我該怎麼辦 我應該在這裡做買啊 然後我在這裡空 在這裡要走 我在這裡多 在這裡要走 你不就照著這個結構來 每一筆都做嗎 我又不想跟各位講這個啦 再說這個 大家會覺得說 我舉例啦 我當初每個人都要罵我啦 每個同行啦 隨便舉一張啦 全勝對不對 底下 全勝對不對 每一筆都贏對不對 然後呢 每個同行就要罵我 我也不想講 我雖然不理他們啦 但是 我每一筆都揭露 然後造成就是說 我一筆都不能錯 我們的PA刷 只要錯一次 就把我罵到翻掉 成功率90% 錯個一次 錯那一次就要被罵到瘋了 我 我顯直是 不知道要說什麼 我只能說 你就看這辦吧 你今天早盤買進了怎麼辦 完蛋了還能怎麼辦 491啊 繼續看吧 你會贏幾百點嗎 有沒有啦 你絕對有 當然有 我可能沒有 這不是禮拜四手機板 這不是禮拜四電腦板 這不是禮拜五 這不是禮拜五手機板 這個叫正五十 這個叫正五十 這個叫 這個點它跌落到負五十 那我在這裡做空我會贏嗎 我在這裡做多我會贏嗎 我只知道在這裡做空 我們所有成員又贏了一百多點了 這還沒想完呢 我不知道啦 我只能說 你需要有個工具啦 那這個工具呢 它必須要能夠幫到你的 這叫電腦板 這叫電腦板 一個是手機啦 因為手機跟電腦哪裡不同 我大概簡單說明一下 來各位請看 一根手指頭 你是不是點它 對不對 那點PSY 然後呢 你就一根手指頭 你就碰它 它就OK了 就這樣子而已 就十分鐘PSY 這裡叫正五十 我截圖一下好了 來是不是這裡 這裡叫負五十 這是什麼 這負五十嗎 沒有啦 這裡這裡這裡 這裡做多會贏 我參加 你也有會員好嗎 對不對 這裡做多怎麼贏 這裡做多最少 能夠輸個一百 一百點以內 都算你了不起了 這裡是不是零走 你正五十空 這裡零走 這樣不贏了一百多點 這裡負五十多 這裡零走 這這樣不贏 你空在這裡直接零走 這樣不會大贏 一定會啦 就照著做好不好 那什麼叫電腦板 電腦板就是找家頁 因為我們手機板不支援 夜盤交易啦 所以如果說您對夜盤交易 比如說下午或晚上 台北股是台股指數 或者是道瓊 或者是道瓊 你就做啊 你眼睛看啊 請問該怎麼做 你就用看來這裡 這裡該怎麼做 這裡做多 這裡做多就書封掉啦 因為這裡叫正五十 那這裡呢 這裡做多啊 如果是這裡做多會點 不會啊 因為這裡叫零走 你是不是在這裡做多 零走是不是在這裡 對 那這裡做多會不會贏 會 因為這裡是零 那這裡半康會不會贏 一定贏 為什麼 因為你會空在這裡 那這裡是不是零走 會不會贏 會 那這裡做多會不會贏 這裡怎麼輸 你在這裡買怎麼輸 你怎麼輸 正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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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正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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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三個高點 這裡負五十 負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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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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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每一筆都贏 為什麼 因為行情不是一直線啊 市場是波動的 那您自己要懂得怎麼做轉換 那麼我們進一段廣告廣告後 持續跟各位報告 面對未來一週 該怎麼做出正確的判斷 謝謝你 疫情期間安分守己 按部就班 勤洗手 外出戴口罩 避免群聚感染 買便當要微波加熱 PSY祝福你 合家平安身體健康 0800-555-808 0800-555-808 現在就加入 不得投入 讓您贏在股市第一場 力氣撥打 0800-555-808 0800-555-808 疫情期間 安分守己 按部就班 勤洗手 外出戴口罩 避免群聚感染 買便當 要微波加熱 PSY祝福你 合家平安身體健康 0800-555-808 0800-555-808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樣所有特別是會員 我再講一遍 新會員 新會員 正午時空 臨走平昌 正午時空 臨走平昌 負五時多 臨走平昌 然後 今年以來 今年2020年 我每一筆 我都有通知你 就是說 我都發簡訊 正午時半康 負五時錯多 我一定有及時通知你 對不對 好 然後再加上 你自己看得到 那技術就照這麼做 那至於資深會員 注意看 看這裡 來 你只要看不懂 我就實在是 你看著他 蕭佑敏 我是你的會員 對 這個我怎麼看不懂 對不對 所以你要看得懂 你只要看不懂 你就不是資深會員 好嗎 好來舉例 我把我的手放著好不好 因為我年紀大了 手都會抖 很糟糕很壞 來我們來看這裡 這裡是不是正午時 這也是0軸 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裡做空 那我就必須在這裡平仓 沒有錯吧 對我們知道 你不知道 再來 這裡是不是負五時 對 那0軸在哪裡 0軸在這裡 所以我在這裡做多 我是不是應該在這裡走 問八點 那個不重要 這裡要做多 這裡該平 這裡做空 這裡該平 再來 這裡是不是該空 然後這個空它0軸走 因為它到這裡都沒有0 然後這個開盤 是不是直接從這裡 就掉下來負五時 所以你這個空 是不是平在這裡 一定是的 所以這招你大了 這招大了 這一趟來到這裡 請問資深會員 該不該平仓 你說平仓 我不會說 誰跟你講平仓的 小友明在講什麼聽不懂 好我再慢慢講一次 各位親愛的會員 我把會員分成兩種好不好 一種叫資深會員 一種叫大家 一般的會員 差別在哪裡 就是你是我的會員 你使用PSY指標操作 已經超過一個月的 你就升級變成 你就是資深會員 這樣OK嗎 你未滿一個月的 再說一次 你的做法就是 當PSY這個指標來到正五時 叫買力耗盡 我們就把半康 負五時稱之為賣方衰解 就做多好 就如同你把你的手機 PSY點出來 正五時就是半康對不對 負五時就做多 正五時半康 好全體會員 你是我的會員未滿一個月的 你就是平 這裡半康 這裡要平 這裡做多 這裡要平 這裡做空 這裡一定要平 一定要平 OK 那麼小明他還差一跌 好來 資深會員 不准平 然後 不然你就不叫資深會員 小明你再說一次 再說一百次也一樣 資深會員 來你看著他 為什麼不准平 因為 這裡是不是正五時 零軸在這裡 好 當我們在這裡空 我們今天在這裡空 有沒有 零軸在哪裡 零軸是不是在這裡 好我趕快看零軸 好你看 這個上面這一條線是藍色的 還是紅色的 是藍色的 這個叫帕屋線 各位親愛的會員 這是去年你們叫我做的 對不對 我們在今年已經 因為今年遇到武漢肺炎 新冠病毒對不對 所以我其實在今年以前 農曆年前 我每個月都辦 北中南的教學講座 每個月 從我們推出PSY以來 我每個月都辦 高雄 台南 台中 新竹 桃園 台北 對不對 我每個月都辦 這邊我沒辦法辦 因為新冠肺炎 所以 當去年人家回顧 各位說那我正午時空 我零軸就平了 那結果它又大跌 所以我說好 那你給我兩個月時間 我把PSY幫大家加上拋物線 對不對 好你看你的手機 這叫拋物線 如果說當你是空的 它來到零軸 拋物線是藍色的 代表怎麼樣 你這個空單不用平 過站不停 你知道嗎 你過站不停 你可以贏200點 嫌我還要贏200點 沒有 我有講錯了 我明明就可以贏200點 我為什麼要贏120 我怎麼知道 你絕對會知道 因為你有拋物線 怎麼看拋物線 來把你的手拿出來 點離開 點離開 這是PSY 那這個呢 那這個也是PSY 有沒有加一個S 有沒有 SPSY 這個叫PSY加上拋物線 這個就只有PSY 我再吃飯一次 我會點它 對不對 好來清靜的看 這個是不是指數的行徑 這是不是PSY 這裡是正50 加一半坑 這裡是負50 加一做多 加半坑 加做多 這裡呢 這裡當然也是半坑 今天是不是空在這裡 你今天一定保證空這裡 不是空這裡我隨便你 你今天只有一筆空 空就空這裡而已 好 那現在是不是來到0了 全體會員麻煩你 已經要走了 新會員 資深會員不准走 這樣OK嗎 這裡是多少 我們剛剛講多少 我們剛剛在這裡 現在已經到這裡 還要繼續跌 跌到哪裡 跌到513還能跌到哪裡 好這叫PSY 一根手指頭 親愛的會員 來我點離開 點離開 這個 這是PSY 這個是什麼 PSY加上泡物線 我是不是點它 一根手指頭 這是各位親愛的會員 是你們過去要求我幫你做的 所以我們是不是又增加了 因為要把每一筆的績效 要擴大 我們的成功率已經夠高了 已經沒有問題了 做10倍可以贏高倍了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你們要求的是什麼 不只成功率要高 要擴大每一筆獲利 所以我只好幫你加上泡物線 好 泡物線的做法就是 正50做空來到0軸 我就看我有沒有同向 如果同向我的空單就續爆 我-50做多來到0軸 有沒有同向 同向我就續爆 沒有同向我就走 舉例 這裡是不是-50 是不是在這裡 對嘛 好 所以這個多來到這裡 是不是0了 0是不是在這裡 你往上看 當它回到0軸的時候 它叫你泡物線是正還是負 是藍色的啊 所以你這個多來到這裡 如果100點了 你就要走 因為P-SY回到0軸 泡物線是負的 你是多 可是它是負的 所以你該走 好這次就不一樣了 好來 這裡是不是正50 在這裡嘛 你空在這裡的嘛 就我比的這裡 我講我負責嘛 你就只有一筆空 難道你有三筆空嗎 我把它放大 好 你是不是在這裡 沒問題吧 好 0軸在哪裡 0軸是不是在這裡 是不是在這裡 應該在這裡 可是這個空要不要平 不平 支撐或圓不平 為什麼不平 你往上看 0軸在這裡 你往上看 請問這是藍色的 這條線是藍的還是紅的 是藍的啊 我空 拋線還是空 那就繼續空單續報 這樣會不會 你最初沒有 你也等你落到10513 我蕭悠銘 怕到513就漲了 來 現在是禮拜五的11.48分 我蕭悠銘 我怎麼有可能會錯 因為我不猜 我猜不到 我怎麼猜都錯 所以我絕度不猜 節目上不管早上9點到9點半 或是每個晚上8點半9點 包括6日 我只告訴你真實的數字 我算完 我向你做公告 然後你自己去比對 那你就照著這個節奏做 行情不是波動的 不是一直線 它是波動的 所以您個人在金融市場 要懂得要會轉彎 天上下雨地上會滑 走路跌倒了 要能夠自己爬起來 那最後跟各位分享 包括會員 PSY是我們的最強靠山 那節目最後也祝福所有朋友 合家平安身體健康 操作順利 如果對我們的PSY指標 想進一步了解的 也歡迎你 可以在招待節目結束過後 詢問我們的服務人員 節目最後祝福大家 操作順利 謝謝你 拜拜 謝謝你